把握比赛前的时间 大家在空地赶快再排列一次 他们是被列为冰尾语言的 拉罗族青年 从第五届原住民族语戏竞赛开始 这群青年们就每届都报名参加 队伍成员从国中生到最年长的 大约30岁 因为要演技 又要从头到尾用族语对话 让他们碰到许多难题 幸运的是青年们 反而更加团结 今年四社群的青年都到齐 从剧本编写到翻成族语 尽量自己来 因为他们想要从中抓住 学族语的机会 往年都看到很多长者 可能在台上面说自己的族语 那我们年轻人 为什么不能像老人家一样 在舞台上面就是说自己的语言 编写剧本的时候 我们都会让年轻人自己先翻译 自己翻译的效果会比别人先翻好去背的效果还要好 因为真的你自己翻译了 那个东西就是你自己 经理的山林布景带出卢凯族人迁徙时的波折氛围 舞台上的这队是台北市都会区的队伍 到今年比赛迈入第十届 每一届都有报名不缺席 也是夺冠热门的李古罗云报队 指导老师柯举华说 其实要将都会区族人集结起来 从零开始演出全族语戏剧 真的不容易 但他也在过程中 被坚持学习的家长跟孩子 深深感动 12分钟的比赛 但是你就花了1200分钟的演练 困难的是因为 其实这些孩子们都是都会长大的孩子 一句族语连妈妈爸爸都不会 我比较花的时间是在让他们练习 怎么发音啊怎么说 为什么我会一直继续参赛 是因为我看到家长也愿意一起 其实就是复兴这些我们的文化 感觉他们就是他们愿意 偷时间然后偷空 然后已经上班了很累了 然后还要特地过来 然后跟我们一起练习 原本他们不会讲族语 然后家庭也不会讲族语 因为这个比赛 然后让他们很有信心 很有信心去讲文语 家庭组同样来自台北市的 Glavion队 这次以猎手笛为主题 透过参加原住民族语戏剧竞赛 成员们也发现 可以让更多本来不会说族语的人 愿意重新找回对自己语言的热情 跟自信 原市新闻喜顾已顾台北市采访报道